我是非法本灵基处 我小孩才一岁 我都没有带小孩 全身心地投入到考试里面 我没有想到会遇到这种事情 昨天是司法考试的主观题的考试 然后那个主观题它的时间是9点到1点 4个小时 然而昨天我们考试的时候 我们是8点半左右就进考场了 进去之后的话 第一个事情肯定就是先要调试键盘有没有问题 好 但是因为调试键盘它是属于单机操作 所以当时我们调试的时候都没有问题 9点钟准时开始 然后所有的我们整个考试 整个系统就崩溃了 每个人打字打不了 就是我们正常打字 分钟打了一百多个字不是问题 然后昨天打的话基本上就是打一个字 蹦一个字 打一个字 蹦一个字 就是那样的 就是它按了之后你得等它一两秒两三秒 它才会出来这个字 就是这种情况 这种情况我们没有办法考试 完全无法考试 因为这个本身提量是很大的 我们基本上考完一场的话 要打接近小一万个字吧 打千小一万个字这样的考试状态 打这个样子怎么打吗 有可能就只能打十几个字 比如说你打错了 你要删除那更扯 一次它是不动的 你得等 等它接收到这个信号 它给你删了 如果你稍微着急一点 你说怎么没有动呢 啪啪啪你多按几下 那不好意思 一句给你删完 它反应过来的时候 你又得小心打 然后我们从第一秒钟就开始 就发现这个问题 然后全班同学都开始在闹 就开始说这个事情有问题 就要求学校要处理 要求一直不处理 后来一个小时40分钟以后 终于就大家都受不了了 就说这个事情必须要解决的 然后学校就准备 就把我们全体换到了 另外一个考场 另外一个考场 在另外一栋楼 大概又过了半个小时 我们终于可以正常的考试了 这个时候 原来有四个小时的考试时间 那个时候我们只剩两个小时了 之后最后司法部 这边给到我们的结论是 给我们补一个小时 我们首先客观上来说 我们是延迟了一个小时40分钟 这是不争的事实 主观上来说 对我们提前已经开始 做了一部分题 然后我们也提前看到卷子了 相当于是吧 你可以给我缩短一点时间 但是那么你一个小时 这个时间是怎么来的呢 有个说法吧 我们在前半个小时 都是不停地在呼吁反应这个事情 那你学校应该首先就封卷呢 你应该首先封卷呢 这样的话我们多少时间 会有多余一点呢 这样的话也不至于说 我们你们都看了题了 这个我也没有办法给你 给你一个实质性的答复呀 是吧 因为这个到时候出成绩 又不是我们审厅 因为其他的那个考生 也说了自己相应的情况 我们都有一个初步的了解和掌握 你先反映情况吧 好吧 你们几个说的情况 都是在同一个考场嘛 发生的肯定是一样的 是吧 连那考场都不一样啊 情况呢 基本上很少很少 这种计算机一并的这种考题 网上的考题 它总是有一个突发的那个 这个是没有办法的 就是我们自己做预案 每年都要做应急预案 都是要对这种突发事件的 我只能告诉你什么呢 就是这个补食啊 它不是由我们审厅来决定的 就是你在武汉市出现这个问题 武汉市考区首先第一时间 就要跟我们审厅的指挥中心报告 我们审厅指挥中心报告以后 我们没有这个权限来决定 怎么给你严考的权限 首先我是没有的 我要上报给司法部 然后包括延长的时间 都不是由审厅来定 是由司法部来决定的 司法部确定了延迟时间 我们再反馈给你们 所以为什么就没有一个 什么时候那么具体 那么依据 我们都是至上而下的 而且这个又是在紧急情况下 你们在等的时候 我们也在等 这个情况我们也要向上一报告 这不是说我们说 立即我们就能够做出处理的 因为这个一个是他那个计算机 到底是出在哪些问题 是机器的问题 还是人为的问题 还是其他的问题 所以就这些 我们要做一个研判以后 知道吧 到底是他们责任还是谁责任 每个人的提醒是不一样的 你没办法对答案呢 计算机的每个人的题目 只能说大体提醒相同 但每个人的答案的最后的确定 是点不一样的 每一个提醒都有几千道题 几千道题 你进入你的计算机的时候 它的提醒是不一样的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